好 言乃杀音 大家很担忧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 奶 baby喝的奶粉都有问题 这该怎么办 我们刚才曹新哥有讲到 没错 在食安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出现这个事情不得了 因为第一时间出来 开记者会控告是厂商 厂商接下来是要怎么样做后续的 我们不晓得了 我们请预扣姐带大家来看 民意代表在接受所谓的选民服务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掌握到最新的独家消息 简医院议员事情开记者会 前跟后到现在为止 不曾跟这家诺贝尔奶粉公司 有过任何的联系 说明以及怎么样动作 通通都没有 那这应该怎么办 所以他应该负起相当程度的 这种政治责任跟道德责任 更何况因为他的背景是媒体出身 媒体出身的背景 都应该有查证的一个基本训练 那这个案子到匪夷 是到今天早上的新闻都很奇怪 说是什么老鼠咬了他们家的孩子的衣服 真奇怪了 你们家没老鼠吗 我们家也会看到老鼠 老鼠会把衣服 你们三家 你们家的三个小孩的衣服都被老鼠咬 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说他咬了这个香香的衣服 也咬了他大伯母的衣服 所以互相会有误解 这个说法也是匪夷所思 这也在误导吗 他从头到尾 这里面都是奇奇怪怪的一群的说法 那简医院呢 他为什么在11月16号开记者会 我到现在想不清楚 这个林国村议员自己是刑警出身 这个公权力已经介入了 当时公权力已经开始调查了 在一个月大概半个月之前 这些台北新北市的议员也都知道了 那如果公权力已经介入之后 为什么他要开记者会 他开记者会是为了自己想要做政治秀吗 这个记者会是检医院呢 压着这些家属出来的 还是家属要求检医院出来的 如果是检医院为了这个建列欣喜 想要在实案问题上面来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之下 就来开一个这个好像公平正义的 正义之声的记者会 那这种政治人物到现在为止 还不需要道歉吗 那从头到尾他确实 他是没有跟这个这家来分厂商来查证 他十月1号 完全没有做过的和联系 就算他1号接到这个案子 就算人家家属去找他或者他去找家属 那有半个月时间 你没有跟这个男分厂商联系 然后到今天为止 你都没有任何的联系 甚至于在他的伯母 前一天晚上被这个生压之后的第二天 检医院去拉着这个香香的妈妈 去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讲出来的话 简直是比上帝还要宽大的一句话 那个话就是说 他要替大伯母把孩子养大 在一般的正常的认知上面 这都是不正常的 所以在这些不正常的这种 这个讯息的连结之下 难免让人家对这个案子的物理看花 到最后会觉得是跟非到哪里去了 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中央 你不需要对你这个台北市议员 有任何的要求吗 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的问证 或者说民意代表的这个 替选民做任何的诉求 都是这么便宜的吗 都是这么廉价的吗 这么廉价的市议员吗 这么廉价的公平吗 这个实在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 谢谢玉寇姐 所以我们看到这议员的一个 这叫爆料而已吗 甚至替选民来出气 住在新北市卢州地区的 这个乡乡父母来台北市 找到了台北市的市议员 来做协助 但过程当中到现在为止 事前事后不曾跟奶粉公司 有任何任何的一个联络 所以当之前没有查证 事后现在也没有道歉 那奶粉公司到底会怎么办 那我们大家后续 可以继续来看下去 所以要请曹新哥来看说 好 那这样子的 导致人家销售量也下滑了 那么现在呢 事情back down之后呢 他也不做任何的回复 那么现在又在上个礼拜 又带着香香妈妈 一起开记者会 记者会上又是都他在说 麦克风都在他手上 所以当然也评论 那个记者会实在是也很糟糕 这个市议员的表现 对案情毫无帮助 对 所以整个民意代表 他的角色扮演是非常重要 就当民众当你的选民 当然这个不是他选民 因为刚好案发地 是在马街医院 是在中山区 所以找到了检医院议员 那么在过例的过程当中 我比较无法理解 你自己的民意代表 你又是记者出现 对这个案件的过程 你应该要理清 甚至要去了解查证 当然没有 然后就贸贸然了 就这样召开一个记者会 好 这个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是家属要求说 我们来看一个记者会好 好 那这家属 已经知道有参与的记录了 大伯母过去有 他们已经原谅过他 那他有没有告诉议员 然后还要要求开去社会 那么这家属问题严重 好 那么是不是我们讲的 民意代表见列心是 这个案件这么好 刚好整个食安问题 引起整个的风暴 是不是奶粉的问题 也要提醒民众呢 对 提醒民众的心意是好的 但是万一你如果是借故炒作 做政治秀 那么这个建立心执的这种东西 然后去没有查证 而就胡乱的大致的拼击 会造成的是整个社会的风暴 大家会怕贏了 那么你今天事情结束之后 你应该要怎么样 要有良心 那么提出来 我不对了 这个过程应该怎么样 你要道歉 你要跟社会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整个社会之言 整个社会的惶恐 你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看到 我们广告回来做最后的结论